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我们用世界日报来讲 因为这个大概是全世界的头体了 那么看一下世界日报在礼拜六早上做的题目 这是礼拜五时间发生的 那么礼拜六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日报 当然是跟着整个俄罗斯这边的情况发展来看的 发生什么呢 是爆发内讧 瓦格纳用兵要让叛变 那个时候用叛变 为什么呢 因为普丁说的叛变 是一个吹陈那个时候 然后这个俄国军方呢 就防止他这个两万名的这个瓦格纳部队 要来反扑他们 然后克里姆就说已经着手处理了 那这个是这个 说会有两千多个人死啊什么事情的 然后叫俄国降领下台 这个时候当然是非常情况不清楚 到底怎么一回事 谣言满天飞的情况下 这是一件 这是当天第一件的事情 那么第二天呢 就是就马上急剧就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就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改变 这是礼拜天 就礼拜天6月25号的世界日报 就马上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白俄 白俄总统 卢卡申哥他出面斡旋了 然后呢 瓦格纳兵团停止进军莫斯科 停了 那普里格金 普里格金这个 这个乌克兰 这个 这个 瓦格纳兵团的这个首领 他为了避免流血 他要被流放到白俄 换句话说他要被到白俄去 那么这里头所代表的是一个莫斯科 普廷 跟这个白俄的这个鲁宣口总统 再加上这个 这个普里格金 三个人之间 用电话会上出来的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就在不到24小时 就停止了 就消灭了 这个可能会引起 俄国内战的一场 不可避免的这个悲剧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说有些部队 从这个罗斯科夫 他们所占领的这个地方开始离开 我们看到这个是个情况 那么到了第三天 这个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就在等了 说这个很多奇怪了 那么到第二天 这是礼拜一 我们刚刚说礼拜天 这是礼拜一的报纸 那这一天 就从礼拜天到礼拜一 这段时间之内 那这个人都不见了 我们所知重要的人士都不见了 普林是这个主要的这个人物 然后这个普里格金 也是一个情况 一个主要的这个背面人物 中间这两个 这两个这边是他的这个 国防部长萧伊古 还有这个他的这个 另外一个这个参谋总长 瓦拉米夫 这个格拉莫西莫夫 这几个人 那这几个人都不见了 都没有人在讲话 为什么 他这个主角怎么都不见了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 背后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 也正在处理 照理讲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你当然必须要马上讲话了 马上讲话 结果果然没错 这个在这个礼拜二 就是前天 那么这个6月27号 这个普林终于出面了 讲话不多 讲话不多 那么他就怒批了 他等于对了这个 这个军方 他在这个克里姆林宫 这个大殿里头 就召见了这些 主要的这些负责人 包括国民卫队 包括这个情报组织 还有包括这个军方的 这些人都来 包括这个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国防部长萧伊古也在内 他就怒批了 他们是在敲诈 是在敲诈这个事情 当然它里头有内容 我们等一下跟大家稍稍把这个情况说一下 那是这个兵变之后第一次露面 谴责有人鼓噪自己人打自己人 就是要内战的意思 没有点名 到目前为止 普京在各式讲话里头都没有点名 点名这个普里格金的事情 那在同时呢 这个普里格金他也讲话 他也讲话 那他到哪里呢 那个时候讲话呢 我们现在可以 那个时候 在昨天的时候 可以确定 他那个时候已经到了 到了这个白俄 明斯克 到了那个地方 他自己发生讲话说 我没有意思要推翻政权 我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兵团 这里头又有一些修正 他的说法了 发布语音消息 大概11分钟 还是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等等这些事情 这个是这个礼拜二 今天我们来看今天这个发展 那么今天礼拜三 最新的最新的发展是 我们前天 我们昨天说 他应该这个人 他经过这个白俄总统 卢签口 他自己本身 在礼拜二 他有个记者会 说明他中间 斡旋这个事情的一个经过 那么他最后也证实 这个普里格金 已经到了这个明斯克 就是这个白俄的首都明斯克 那么今天 就在我们上节目出来之前 传出来的最新消息是 就是普里格金 已经离开了这个明斯克 离开了这个白俄 做他自己的专机 回到了莫斯科 已经抵达莫斯科了 至于他抵达莫斯科干什么 要做什么事情 现在还不知道 也许稍晚的时候 大家注意世界日报的 世界新闻网站 或者明天的世界日报 也许会有一个答案 因为看他们 这个恶方面 怎么样在协调这些事情 那么当然 这些蛮大的事情 因为说明 他已经答应了条件 要离开这个莫斯科 留在这个明斯克 留在白俄罗斯 怎么之间又回来了 所以这个情况 还搞不清楚 到底什么回事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把这个事情 稍稍倒数一下 然后再来看今天 这个事后 所陆陆续续 流出来的信息 这个事情当然非常非常大 非常大 我们先把这个情况说一下 这个事情 大到什么情况 整个乌战会受到影响 乌战受到影响 整个欧洲格局会受到影响 而且在这边挺俄罗斯的 这个上不封顶的中国 也会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 那更不要讲说 习近平自己本身 做出这么大的一个赌注 要完全砸上俄罗斯 而且俄罗斯现在遇到 这种天大不地大的麻烦 那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是一件 影响非常非常大的事情 对美国来讲 就相对比较小 不管政治上的也好 或者经济上的也好 相对比较小 当然这件事情 如果能促使乌克兰战争 早日结束 让乌克兰能够修复领土 然后这个世界的经济 跟油还有能源 还有谷物 都能够获得平衡的 这样子的状况 那当然是最好最好的事情 好 那我们先回去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知道 是说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现在先说一下 这个莫斯科 跟美东这个地方的时差 大概是七个小时 就是现在我们是两点钟的话 那他那边是晚上 晚上的差不多九点钟 那么就在礼拜五的下午 就是我们上个礼拜五的礼拜五的时候 礼拜五的晚上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普里格兴要发动 发动正式 发动这个兵舰 我们那个时候叫兵舰 那么他有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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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军方在指挥这个 在指挥这个乌克兰战争的时候 一塌糊涂 指挥吴方 浪费太多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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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费 还有一些 这个人命 就是这个军方战士 指着吴方 他要求要做行一些政治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人事改组 那么他没有百分之百的点名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他的目标就是先 就是这个 国防部长萧伊古 还有这个拉摩辛莫夫 就是这个 参谷总长 他没有把目标直接指到普廷 但是呢 普廷是任命这两个人的 所以他这个说法呢 那时候讲究叫 叫清军策 所以这两个人 你基本上是 让这个普廷误判了整个情况 说你们两个害虫 必须要离开才行 这是他这样的说法 那个时候 所以他要上 他要进军这个莫斯科 要清军策 把这两个人拿下来 那我们现在知道 现在知道 说他 那个时候的目的 就是要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当然那个时候 他并没有这么说 并没有说 所以这个时候 大概礼拜五 就是美东时间 大概礼拜五晚上的时候 这个事情爆发出来 那当然全世界就震惊了 这怎么回事 你正在跟乌克兰打仗 打得这个死就活来 的情况下 居然你自己内部 莫斯科里头 你这个俄国里头内部 爆发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而且瓦格纳兵团 是你这个莫斯科 在攻打这个 这个乌克兰里头的主力部队 基本上就是 俄国的这个明星部队 居然明星部队 爆发这种情况 爆发这个内讧 爆发军变 那时候要居 叫做兵舰 要去向你去做这个请愿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整个是一团乱军 那这个就当时非常严重 那我们当然知道 这个事情 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爆发 那那个时候 莫斯科已经进入紧急这个紧急状态 紧急状态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所有的这个人 不准休假之外呢 还有把这个这个整个整个城啊 都用砖甲车都保护起来 然后呢 还有空中这个这个飞机 还有无人机的戒备 全部都戒不起来了 那好玩的时候呢 好玩的情况是什么呢 有趣的情况是说 这个普里格金 他自己本身发动这个军事 军事这个行动 就是这个请愿行动的时候 是在他这个西南部的一个主要的 罗斯托夫这个这个州 这个州呢 是基本上来讲 就是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主要基地 是重要的基地 这不但是军事基地 还却是一个粮仓补给各方面的基地 所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地方 而普里格金 说他发生军变之后 在这个地方不发一兵 不发一枪一卒 也没有任何死任何人 他基本上就顺利地进入了 这个罗斯托夫这个州 而且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然后从这个地方 他往北走 经过这个将一千多里这辆路 基本上没有任何人阻拦他 没有说俄国的部队出来挡他 出来把他截落下来都没有 也就是说在外面看起来说 他是一帆风顺的 长驱直入的要开到莫斯科 那让莫斯科非常紧张了 让普丁也非常紧张 所以那个时候传出来的说法 是说普丁这个时候 下刀不行已经跑掉了 已经做他的四人专机 已经走了 后来看起来也事实上是有这个事情 因为莫斯科始终没有办法否认这件事情 所以眼看 眼看这个普里格金 他基本上就要拿下莫斯科 就要达成他所谓军兵变的目的了 当然你下一步可能就干脆就把 平拿下来算 所以我们现在看回去看这一段 现在大家就在问说 到底这个普里格金有多大的把握 他怎么能做这么发起这么大的行动 而且长驱直入 没有人能够抵住他 这说明那个时候大家知道说明 他一定有内应 他里面一定获得军方高层 不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 可能获得一股军方的势力 在支持他做这个事情 支持他这个事情有两个可能 一个可能就是觉得 这个朗博西莫夫再加上这个萧伊古 的确是两个人军中大败类 把这个战争打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两个人必须拿掉为止 然后靠你这个普里格金来发动 这是一种可能 另外一可能就是说 这个战争根本是有问题的战争 你这个普丁你还要坚持下去 干脆把你普丁一起拿下来 当然普丁背后有很多人 也包括他的军方的支持者 还有这个政治跟经济 各方面的精英 他们等于说 围城是一个这种既得利益的集团 现在就拱住这个普丁 所以这是一股势力 所以那个时候 就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一定是两股势力 在这边进行交叉 激烈的交叉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 所以我们知道 在这个礼拜五晚上的时候 大概差不多八点多钟的时候 就是这个普里格金宣布 我要干这个事情了 所以九点钟的时候 他的部队就已经出发了 所以到九点的 从晚上礼拜五晚上 我们这边的时间九点的时候 一直发展到情况 你知道什么情况 在这个莫斯科这边 他们的礼拜六 礼拜六的早上十点钟的时候 十点钟的时候 这个普丁就讲话了 普丁就讲话了 普丁就当然受不了了 你这边有一定要进行兵变了 这个普丁在这段时间之内 搞清楚状况之后 他在礼拜六早上十点钟就发话了 说这些人都是叛徒 他们是在背后 在祖国的背后捅了一刀 这些人必须受到惩罚 这些人必须绳之以法 而且呼吁 不要参与这件事情 同时 已经参与了 你就要立刻退回 所以这个已经把话讲得很明白了 就是这是一场叛国行动 那么也 他在里头并没有指名点 一些普里格金 所以大家觉得说 这里头还有一些文章 他里头还有一些 这个余转的余地 他并没有当成点名 普里格金是这个幕后的人 因为可能 这个普里格金只是一个前面的人 但背后还有后面的人 他不愿意把这个话讲死 这是早上 这个莫斯科时间早上十点钟的事情 结果到了十点半 我们现在知道 就知道这个 白俄罗斯的这个总统 这个 这个 这个罗斯科 他就已经跟普林通电话了 这通通电话通的 也是事后知道的 也是因为这个普里格金 也是因为这个 鲁杉狗自己本身宣布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那这里头就大家就知道了 到底谁打这个电话 是谁跟谁打的 怎么打的 什么回事打的 那么现在这个 这个白俄的总统 他在昨天 在那里有一场记长会 他就说明了这个事情 这个说法听起来 他自己在这边邀功 这个事情是我摆平的 是我想办法跟他说服到的 但是如果没有普林的百分之百授权 这个鲁杉狗是不可能打这个电话 打这个电话给这个 这个普里格金的 不可能 那一定是总 这个普林的授权 在授权的过程中 来来去去有交换条件 交换这个条件的情况下 才让这个 这个白俄罗斯总统 去跟这个普里格金 把这话说定 那么这个差不多是十点半的事情 他在那边 他跟这个 跟这个普林 跟这个 鲁杉狗 跟这个普里格金 他们两个通电话 到了差不多下午的时候 大概五点钟的时候 就普林就自己在讲话了 普林又出来讲这个第二次的话 第二次的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OK 你们这些人 我就不再追究了 我现在谈选的条件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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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已经 已经达成这样子的协议 这种协议就包括什么呢 包括这个普里格金 你就到白俄罗斯去 你去干什么 那时候别把话说明白 我们知道现在知道他是被放出的 被放逐的 Azile 当初这个字都用不同的字 然后呢 这个 瓦格纳兵团的人 如果你没有参与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还是会追究 那个时候还是会追究 那么后来就说 你们这些人如果愿意 接受政府 俄国政府 俄国政府 军方的这个编制 征召 你们过来登记 把你们正式纳入到俄罗斯 军政府的这个部队里头 这个里头 剩下的人 如果你们不愿意的话 你们就到白俄罗斯去 好 你到明斯克那边去 那明斯克那个地方 就是白俄罗斯那个地方呢 他们也答应要把一个废弃的一个军事基地 拿来给 拿来融制 两万多这个瓦格纳部队 这个是我们都知道这个 这个后来达成的情况 所以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呢 在不到24小时 不到24小时 这个所谓的这个兵舰变成兵便 就已经解决掉 就解决掉了 那瓦格纳这个负责人 这个precursion也出来说 大家不懂了 我们已经这个事情解决了 我们避免 他主要说法是 我避免流血 我避免进一步流血 所以这个事情就到这个礼拜天的时候 这个事情 基督板战已经结束了 结束之后呢 我们快来看到就是 这些人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显然在背后在清理这些事情 然后最后 这个普京就跑出来说话 把他骂了一遍 骂了一遍 这些人是骂了一遍 然后怒批 这个瓦里格纳这个在敲诈 普京在这个话里头 因为他这个事情 显然他受到非常非常大的惊惑 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忍受论会这样子干这种事情 那也可以说明 他基本上是没有准备的 没有准备的 我们等一下讲这个背后 他可能知道了一些什么事情 那普京在昨天跟这个 他自己格线讲话的时候呢 透露几个比较重要的信息 这个信息有可能是 为他自己在辩论 有可能是在为他自己 将来要做的一些事情 这个事情可能是包括整肃 把这些人都弄掉 肃清这些反叛分子的 可能铺路 那么其中他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第一 我们几乎避免了一场内战 他感谢在场的这些三军将士吧 还有加上一些保安人员等等这些人 他说我谢谢你们的努力 在这种过程中 我们也有人受伤 我们也有人死亡 他讲的是呢 在当时在这个 二月 在二十六号那个时候 二十五二十六号晚上的时候 普里格金的部队 从这个罗斯托夫往北进的时候 遭遇到短暂的 政府军的这些主力 大概有六架战机 包括直升机掉下来 大概有三到四个人死亡 有人说更多 但是普京在这场讲话里头 向这些人致敬 向这些人家属致敬 这个话的意义 而且还默黛一分钟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 说明对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那他说这些人 由于这些大家的努力 避免了一场内战 他讲这个内战两个字 就是就说明这个事情 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因为如果说是只是一小群 一小群兵舰 一小群兵便 那么这个事情就很比较容易解释 你可以解释成是一小部分的人 可是如果用内战两个字 就表示什么 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 而是一群人 而且有很多人在进行这个事情 就是大家有选边了 不然你怎么可能有内战打不起来的 所以在这种讲话的过程里头 我们就知道了 就感觉到什么 这里头有内应 就是这个pregression 这个瓦根达里头 他里头有内应 就在俄国军方里头 有他的支持者 那么这个支持者现在是谁呢 那么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今天就把这个事情 就陆续曝露出来了 这是一个这个俄方一个主位 主要非常高级的一个将领 这个将领原来就是负责指挥 这个乌冬在乌克兰战争这个人 后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他被解除兵权 但是他还有很大的影响力 这个人叫Sorvokin 那个Segria Borovkin 这个是一个这个 据说纽约时报来报道说 他是受到俄国陆军广泛 这个推举 这个爱戴的一个将军 他能够带兵 他对人也很好 所以这是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受到军方上下都认空的一个 一个这样子的将领 那么这个人是这个普利格兰的内应 这个人他在事前已经知道 这个普利格兰本身要做的这个行动计划 军事行动计划他都知道 所以这个有这样的反应 可是这个纽约时报这篇文章 他在昨天登出来之后 克林姆林公马上否认 说你们这根本是写小说 根本没有这种事情 但是他这个否认的过程当中 否认用的词句里头 并没有否认到说 Progression可能是知情的 这个Sorvokin这个将军 事先去知情这个事情 只是知情到什么程度 而且他有没有去赞成 有没有采取行动 去里外应和Progression这个事情 这个东西不清楚 但是我们这个纽约时报 在报道的过程当中 也说到说这个事情发生后 就是兵变的事情发生之后 这位将军也有在视频上 出面反对Progression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已经有撇清立场的事实了 撇清立场的事实 但是纽约时报说 我们的消息来源告诉我们 他是知情的 而且他在背后不能说是鼓励 但是并没有阻挡Progression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里就说明了说 所以普京用了这个内战两个字 说明在他内部里头有一股势力 这个数理不是小势力 也许普京要把它扩大 把它说成是个内战 然后他还可以下手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有没有扩大 有没有夸张这个事情 已经证明在这个俄国军方里头 是有这些势力在反对他 那反对他当然不光是 这个用兵战的问题 也是因为这个战争打不好 打不下去 把整个俄国拖向一个 不可预测的恐怖未来 这是一个大家现在都知道的一个事实 那么这个Progression 对不起 在他在礼拜五 在他发动兵变之前 说了大概将近11分钟以上的话 其中有一段是非常重要的 他就是指明说 这场战争 在俄国称之为特别军事行动 而从来不承认侵略 中共也是不承认这是侵略 一直附和着这个 普京说的这是特别军事行动 但是这个Progression他就说了 他说这个根本不是所谓 什么特别军事行动 也不是俄国一直所说 说乌克兰要发动攻击 这个俄罗斯是为了自跑 才发动的这个战争 他说完全不是这个事情 完全就是因为军方 还有一些政治精英 他们为了要自己的荣耀 为了要保护他们自己的权益 才发动这场战争的 这场战争根本是没有必要的 而且死了这么多 这个俄国的这个军民 所以他这个话在一开始 就把这个普京 所发动这个战争的正当性 就完全把它摧毁了 而且摧毁的这个人 这个普利格金 他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所谓真正的什么异议分子 什么持不同政界的人 他不是 他是实际带兵打仗的这个人 讲了这个话 而且他在对乌战争里头 他是立有军功的 因为在这个巴赫赫姆 在前提 就是从今年3月2月以来 这段时间之内 他领导的这个瓦格纳部团 瓦格纳军团 是在这个无中前线 跟这个乌克兰部队正面交锋 而且牺牲最惨烈的一个部队 他是有这个讲话的这个勋章 可以证明他有这样的标公 这个这种勋伟的这个战功在这边的 所以他在讲这个话出来说 你这个战争是有问题的 你这个战争不是正当的战争 那这个对于这个全世界要了解 好像对普京的这个威信打击 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现在绕过来再说 这个战争到底怎么会发生 这里头有他治理俄国人的内部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俄国 他允许他自己有这个所谓雇佣兵团 其实让这个雇佣兵团 在全世界来讲 你法治化的话 就没有所谓私人兵团了 这个国家又是国军了 没有什么私人兵团 但是俄国容许这个 这个所谓雇佣兵团存在 而且还不是一支 大概还有十几多支这种雇佣兵团 只是这个兵团力量比较大 而且他的老板 跟普京是好朋友等等这个关系 所以这个部队越来越大 事实上这种是外籍兵团 我们叫外籍兵团 雇佣兵团 是俄国 像俄国这些国家 他们用在在其他国家 其他世界地方不同的区域 外交手段的其中之一 你譬如说他在叙利亚 譬如说他在利比亚这边 他有这个外交手 他派这个傭兵去 然后协助这些国家训练部队 然后跟美国或西方的这个势力 进行在代理人的这种抗争 这是他外交手段之一 那么这一次他怎么办 这一次这个为了打乌克兰 他把那个最好的这个兵团 这个华格纳兵团 用来打乌克兰 原来是在外头打外国人的 他现在用来打乌克兰 加入自己的部队里头 那么你打了一半 你打不好也可以 可是这个乌克兰 这个瓦格纳兵团 越战越勇 都是会打仗的 而且打仗能力超过你俄国 自己本身的部队 所以这个普利格纳 才六十多岁的普利格纳 他在短短的这个一年之内 他的声音就起来了 而且他的政治基本也起来了 所以他有一点点说得意忘心 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 就涌兵自重了 有点像这个地方的这个藩镇 他有兵自重 而且这个俄国的国防部 这些人看到这个问题了 看到这个问题 而且这个普利格纳兵 他开始挑战了 你这个仗打得不好 你的补给不行 他开始直接去参与到 去骂这个俄国军方的人 这个里头就出现一些矛盾的问题 而且很大的矛盾 我们知道普利格纳兵 他的出身是个厨子 我们不能说厨子不好 但是他不是正统的军方受训出来的 你要经过这个军事学院 你经过这个军事大学等等 立功战功你这样出来的 那俄国的这些军方 是一个极为极为这个森严 而且极为限制性非常大的 是一个精英性的集团 这个军方掌握的资源等等这些事情 钱的资源预算 跟背后的这个俄国这些寡头的 这些政治精英 还有这种经济精英 是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这是一个专属俱乐部 你瓦格纳这个部队这个厨子出身的 你算老几 你要想对我们指指点点 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头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了 所以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普林也知道这个事情 今年三月的时候 普林就已经下了命令 就是有关于跟国防部 俄国防部 签署合约的一些军事行动 他已经下了这个检讨的命令 这个当然没有明说或指明说是谁 大家知道 这应该就是针对瓦格纳的 所以今年三月的时候就有一些问题了 那今年三月的时候 瓦格纳还没有那么厉害 因为到了四月五月的时候 这个巴赫鲁的这个战争起来 才凸显出瓦格纳的这个厉害 那么这个事情一直到了六月 那这个瓦格纳就一直骂了 就是骂这个萧伊古这些人 那到了现在呢 我们就知道这个事情就已经成型了 所以到了这个后来的时候就是说 七月一号 你这个瓦格纳部队 你就要纳编了 你就要正式编到我们俄国的军事部队里头来了 国防编制里头来了 这样子一来的话 那瓦格纳就变成是俄国部队的其中之一 而且你这个普里格新 你就变成什么呢 你也不是你的方面领导员了 你就是要听从这个俄国部队的指挥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促使他要起来的事情 我们把话再说一点 说短言的事情不多 美方大概差不多 美方大概在六月初就掌握这个 这个普里格金有状况了 他也已经告诉美国主要的 包括国会的八人帮拜登 还有主要的人都知道有这个事情 只是不知道事情有多快 大概在两三天前 美方也知道了 是布里格金要动手了 只是不知道哪一天 什么时候会动手 同时也把这个消息呢 就给了这个英国 给了这个 可能是给了德法 在那边说得很清楚 主要的人知道这个事情 因为怕这个消息走漏掉 而且又怕这个俄国把这个消息转过来 说是你美国策动的事情 西方策动的事情 所以美国在从头到尾 大概是掌握这个资料 掌握这个资讯 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知道这个事情的发展 但是美方非常小心 也警告乌克兰你不要动 你也不要超这个机会去占便宜 去发动战事 去打这个俄罗斯现在最弱的地方 你现在先不要做这个事情 否则的话 这个反而会适得其反 所以我们现在到今天为止 我们看到这个 布里格金已经回到莫斯科了 干什么不知道 然后普林还会有下一步的状况 更重要的是说 俄国这个部队 现在在乌克兰这边 还会不会继续进行大级的反攻 像他昨天的同时 乌克兰这个莫斯科的部队 他还是有去炸基辅 还是有 所以这个事情 现在已经暂时 就是说得到控制 我们知道这个内战 已经避免了 而且对普林的威信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灼伤 那普林不是一个容易吃亏的人 他一定会采取一些措施 陆陆续把这些人 要不是堵死 就把他抓起来 那这个清朝的层面 肃清的层面 会有多大多广 我们搞不清楚 现在还看不清楚 因为这里头还有很多的这个讯息 当然不可能外接到 马上就会知道 所以这个是目前的情况 当然这个事情对于中共 特别是对于中共 如果要有清台的这个作业的话 他要三思再三思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变化 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做法 没办法